每个城市都有那么几个邪门的地方,对于百姓来讲,也许那只是一个不太敢去的风景点,因为传说让大家产生各种畏惧。 其实,在现实生活中,还有不少邪门的地方,很容易接近,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就到了那个地方。 人对邪门的地方之所以畏惧,是因为各种传说,特别是负面的阴气十足的传说,最让人无法矜持。 大家知道的,鬼月是一个特别的月份,民俗传说每年农历六月三十日,便会打开鬼门,放出恶鬼,一直到七月三十日才关上鬼门。 农历七月酷热,为何还称鬼月?有这么一说,圣热之后就是吉阴,圣热是白天,吉阴就是圣热后的晚上了,这也是为何冬天邪气反而没夏天重的原因。 这个月份意外特别多,做祭祀的也特别多。 所以,不管你是不想撞邪也罢,不想做鬼梦也罢,鬼月,这些邪门地方,能不去就不去了。 也许有人说,我去过怎么就没事呢?年轻气盛的还会说,你说不可以去,我偏去,对这种态度,晨热解梦,只会淡淡一笑,人都有身体稍弱的时候,当表现出各种走衰的时候,你会真以为只是自己不努力导致的吗? 那什么地方是鬼月的时候不能去的呢? 我们一个一个看 一,道观,寺庙周围,很多人都会问,道观,寺庙不是有灵气的地方吗? 怎么不能去? 为什么道观,寺庙,一般都有高围墙呢? 因为冤魂太多,上访的太多,围墙是用来阻挡他们的。 入夜之后,首先不该流连的地方就是道观,寺庙周围,否则冲撞那些凄惨的冤魂是必然的。 二,车祸等灾难现场。 有一种说法,死于灾难的人要是没得到超度,或超度力度不够,会导致他们每天晚上在那个现场重复受难。 比如车祸的人要是没得到超度,会在同一个地方每天晚上经历被车撞死的过程。 这是一个悲催的环境,撞鬼最容易的地方。 三,凶暗现场,如果说灾难现场是非主观杀害,那么凶暗现场包括自杀现场,就是主观为之。 民间传说,这些地方的鬼是最凶的,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死得太惨了,然后怨气冲天。 特别是那些一身红衣自杀死亡的冤魂,更是凶狠。 这种冤魂,就算是火焰极高的人,也容易被很轻松地伤害,所以,闹鬼最凶的地方,一定是这些地方。 四,医院周围,医院是个救死扶伤的地方,但同样是和平时期死人最多的地方。 很多医院会设置太平间,这是一个阴气十足的地方。 身体弱的人,切记不可深夜在这些地方走动,因为在这里撞到一些另一个世界的人,是太稀松平常的事。 收魂的和被收魂的,都太集中了。 特别是住院待产的孕妇,半夜更别在医院,周围溜达,谨记。 五,乱葬岗或无人整理的坟场,以前的一些坟墓区,其实因为后人的不在或没人打理,或有些孤苦之人的丧葬之地。 民间传言,这些地方最多孤魂野鬼了。 撞鬼最怕什么?最怕的就是那些委屈的冤鬼,恶鬼。 六,就无人住的荒村、荒屋,阳间的人就是阳气,当人多了,就阳气足了。 这里小道跟大家讲下,为何我们说铜钱、五地钱、八地钱等能驱邪气? 就是因为铜钱是流通货币,经过了无数人的捏摸,汇聚了无数人的阳气,从而具备了辟邪的效果。 荒村,荒屋因为没人气,而被邪气侵占,有些通灵人士经常说,表面上人际罕至的荒村,其实总是熙熙攘攘,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居住的好地方。 七,电梯,因为电梯的特性,据说很容易让些幽灵认为这是进入地府的通道。 而阳气弱的人到了深夜,就特别容易看到他们的真身,建议夜里别再出行。 八,池塘边,湖泊河流深潭边,这里会有水鬼的说法。 民间传说中是指人意外死亡或者自杀,而不能投胎钻石留下的灵魂来害人,做他的替死鬼。 水鬼在白天都容易出来抓替死鬼,因为阳光在水里的影响力并不大,到了夜里,就更容易了。 九,地下停车场,地表之下的通道,晚上的时候都尽量别走。 这个和电梯的说法有点类似。 很多凶杀案都在这些阴气十足的地方产生,也不无道理。 十,火葬场,虽说这个地方大多数人不会去,也要在这说明下有两个地方阴气最重。 一个是停尸房,另一个是骨灰塘。 当然,在焚化的地方反而没事,因为正常火葬场在相应的位置都会用鞭炮驱鞋。 现在,城市很多地方禁止放鞭炮,也就导致了很多城市的各种阴邪气,而产了很多不该有的怪异之事。 当然,有些流念人间的灵魂也会在此周围徘徊,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已经达到一个数量级的邪气,所以身体弱的,就很容易撞到。 虽说这个鬼节的习俗已经流传千年,但终归还是有人觉得鬼只是人们自己意想出来的。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?我在想,其实只有鬼知道。 因为鬼这个东西来无踪去无影,人类是无法感受到的。 换句话来说,鬼要是想叫你知道的话,就会现身,一切全凭人家高不高兴,乐不乐意,主动权并不在人们的手里。 那么,鬼在现实中真的存在吗? 心里有鬼这鬼就来,鬼是一种迷信,这个论点越来越不被人们所认可。 这是因为,客观存在的这个依据是人给出的,到底适不适应鬼世界的生存法则,还真难说。 当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,其实鬼在我们的心中,也就是说,鬼存在我们的意识里,始终与我们与生俱来,相随相伴。 中国有句老话说,没做亏心事,不怕半夜鬼敲门。 还有一句话说,心里没冷病,不怕喝凉水。 其实这两句俗语说明一个问题,鬼的现身与否,与人们的心态关联极大。 还是先来说说发生在南洋的故事,牵扯到鬼这个物种。 话说,南洋一个叫宋定伯的人,这天打算到南洋赶急,所以起得很早。 在半路上,宋定伯遇见了鬼,巧的是这位也要上南洋,于是人鬼同行,倒也无碍。 走着走着,宋定伯对鬼说,不如咱俩互相背一段时间,也能歇歇脚,鬼很是赞同。 于是鬼先背宋定伯,走一段后,鬼放下宋定伯说,你的身子太重,还是你背我吧。 于是宋定伯就背着鬼一路前行。 因为鬼已经失去生命,仅仅剩下灵魂,所以宋定伯觉得几乎给没背什么东西,也就一直背着鬼。 现在是人鬼一体,于是宋定伯就问鬼最怕什么。 鬼说,我们最怕人的口水,也就是唾沫。 人鬼就这样,一路走着一路交流彼此的生活琐事,倒也是相得益彰。 一看快要集市上,鬼就要下来,宋定伯却是紧紧用手臂捆着鬼不叫他下来。 到了集市,有人对宋定伯说,你背这只羊值多少钱? 宋定伯这才知道,自己背上的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一只小羊羔。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宋定伯把这鬼以一百块大羊卖给这个人,随之后在羊的脸上吐了口唾沫,然后扬长而去。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传为宋定伯买鬼的故事。 也许看官已经知道,因为宋定伯没做亏心事,所以心里没鬼。 即便是有真的鬼找上门来,也只能给他带来好处。 鬼不仅是中国的传说,其实世界各地也都有鬼的存在。 比如欧洲的鬼貌似与异类,不像是中国的鬼,只不过是人类的另一种生活方式。 欧洲的鬼除了恐怖与荒诞,并没有来由,更没有人性化的变异。 相比来说,中国的鬼极具人性化,是从死人身上经过人的逻辑思维而杜撰出来的,因此上与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,也就更有着人性味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,感谢您的观看。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,请给我点个赞,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,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。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,咱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